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不一样的是 废墟中的城市开始出现希望的力量 悲伤心情收起来了 让生产能够充足 让活着能够有明天成了最重要的价值 首先来看日本东北这条濒临太平洋的三路铁道 过去火车可以在高架铁桥上穿梭于海洋与山林之间 但是一场规模9.0的大地震海啸 把这一切都撂倒了 目前这两大段的铁道已经完全不见 复建之路还相当漫长 但就是得一寸一寸的再打造回来 我发现很多地方的铁桥地基现在重建已经变成这种实体灌浆的形式 而居民更是齐心协力的 以一条绳索到处集气的 一定要把三路铁道重建回来 还得到全国人民雪片般飞来的鼓励 有心是最重要的 因此即使只有部分路段通车 也有很多旅客刻意去搭乘 用具体的行动来力挺重建 台湾有很多人喜欢到日本体验火车之旅 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一趟灾区的铁道 要拜访这位311开火车开到一半遇到海啸的驾驶 他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那要从哪里开始走呢 这个画面你一定很有印象 海啸如黑潮般的铺天盖地而来 这里就是岩手县的宫古市 带您走一趟 2011年3月11号下午 巨大的海啸如黑潮恶水一般 涌进日本岩手县的宫古市 黑色巨浪铺天盖地而来 一瞬间突破车子 房屋更是一栋一栋地被瓦解 这一刻天空还下着雪 居民惊慌失措 海啸来袭这一瞬间 真的让人感觉到生命脆弱 大浪冲破提防 船只都飘上岸了 车子转向转程 公国的海啸之急 强烈的印象令世人无法忘却 但镜头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沿着太平洋海岸边新建的铁路 更是柔长寸断 不止房屋 树木硬生生冲上铁轨 公共铁道更是断成好几节 现场还可见翻覆的船只 冲到铁道旁 还立着的桥端早已倾斜 还夹着海啸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杂物 垃圾挖了一堆 铁轨扭曲变形 从断裂的铁桥望过去 原本连通的隧道已经遥不可及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隧道 从隧道里头出来的是火车 本来呢 这火车这里应该要有个基础 然后呢连过来 可是什么都不见了 那么这里应该有个铁桥的连连连连 连到这个隧道 但是海啸一来全部都被冲走了 那么现在这里正在积极的后建当中 一直要到2014年的4月 才有办法通车 即使是遇到零下七度的 奋力的赶工 毕竟大家目标一致 就是让三路铁道可以恢复昔日的荣景 但现在山海完全变色 实在难以想象 我们在冬季的时候重回现场 发现只剩下这片墙还在 上头有文学家公泽贤志提的诗 呼零零的矗立在风雪之中 如果在对照灾难前 另一个角度的画面 车站后方就是高架铁道 下方原本还有很多住家 但灾难后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散落的桥墩 以及隧道的桥墩 高山上的房屋还在 这就是海啸的威力 起发 新工 Let's go 天灾无情 但人类总是要振作 小朋友拉着象征团结的绳子 到处邀请相亲 加入打气的行列 希望三路铁道加油 有一天能够恢复全线通车 车站内到处可见全国各地 来到这里打气的留言 甚至还有小朋友画出 三路铁道的特色 太平洋边的高架铁道 上面写着三路加油 没错 灾难前 它是这般紧致的 铁道沿着湛蓝的太平洋兴建 风红交错的山壁间 伸出长长的铁桥 两节彩色的车厢 呼啸而过 载着多少人 美丽的记忆 虽然附近之路 还很漫长 但在可复舍的路段上 他们持续为三路的观光而努力 搭乘三路铁道的列车 外头是白矮的一片雪景 这里头其实非常的温暖 因为你看每一桌 都有这样的一个暖罩 你可以把脚伸进来 然后棉被拉起来 然后盖起来 里面是有暖气的 非常的舒服 窗外风景非常宜人 而行进中途 当经过一条长长黑黑的隧道后 突然灯一闪一灭的 两个象征会抓坏小孩的 声波鬼出现了 这可是当地的一大传统民俗特色 另一头的小朋友 要不是被吓到哭起来 要不就是把眼睛盖起来不敢看 家长会带孩子来体验 除了让孩子留下珍贵的回忆之外 也要用行动力挺三路铁道 不下列车 旅客们总是幸福满满的 难忘一趟北国的火车之旅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铁道故事 尤其是这一位列车驾驶员夏本修 更是一辈子难忘 因为他火车开到一半 遇到311大地震 幸亏刚好开到高点 才与死神擦身而过 但他也动弹不得 虽然非常不安 但身为驾驶 他必须镇定地安抚乘客 他说地震后 他每次上班一定带收音机 万一有事才能把讯息赶快告知乘客 而三路铁道像这样的高架铁轨 这一次重创严重 虽然是当地铁道的一大特色 但安全为上 现在在重建的时候 都改成这种实体灌浆的基座 一方面当堤防 一方面也让铁轨不致再有重创 总计三路铁道 因为海啸损失108亿日币 要把这两段驱嘴的红线路段抖起来 已经是三路这一代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 让火车能够继续奔驰在三路的海洋与生命之间 要恢复生机 交通要先到位 灾民都在期待中 尤其灾区也需要人气 我原本以为 如果旅客到灾区观光是不是不太好 但是日本观光厅听说 不 灾区要有人来 有人才会有生机 于是南三路丁的温泉旅馆饭店 推出了故事巴士之旅 让世人更了解海啸的威胁 尤其南三路丁这个城市原本是长这样的 但是海啸过后一无所有 这个所谓的异常就是事工所的意思 没了 全市剩下的这个建筑物是这座医院 但当时也几乎灭顶 水淹进最高的第六层 里头70多位病患已经移到 原本以为安全的四楼 结果全部罹难 医院后的消防局原本是避难中心 却也全部淹没 您知道三一大灾难有多少人 已经听从指挥躲到避难所了 但却眼睁睁看着避难所也淹掉 成为人间炼狱麻 这些都是大海啸的全新教训 无情的海啸把南三路丁整座城市 摧毁了 原本这个海滨城市是如此的遗人 海啸过后只剩一片黄土 什么都没有了 总计有一万七千多人死亡失踪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海啸来时犹如荒烟漫漫 巨大的令人震哲 这是这位来得及逃生的摄影家 用相机记录下的惊恐一刻 注意看原本在消防局顶楼 一堆市民躲在这个高处避难 没想到海啸越来越高 渐渐地顶楼的人们也浸在水里了 等海啸往上爬上栏杆 才勉强在滔滔巨浪中幸存 其他人则完全被吞噬 最后这张照片可看出 整栋消防局不见了 很难想象这拨刀汹涌之下 有上千栋的建筑物 与无助的人们沦为颇沉 这是场大悲剧 多少人都已经听从指挥逃到避难所了 但却眼睁睁看着海啸 把避难所也吞噬掉 真的是荣誉问苍天 后方的医院同样岌岌可危 最高一层已经完全被水灌进去 当时很多病患被移到 所谓绝对安全的四楼 但谁也没想到四楼最后也在水底下 使得这里活生生淹死70多个病患 这是当时许多医生在顶楼求救时的画面 这栋势力医院 这是南三陆丁最大的医院 因为有着台湾人8亿台币的捐款 将来会在高地重新盖起来 南三陆丁 一座被海啸蹂躏而完全摧毁的城市 两年过去了 灾民在这一片废墟当中 立起了一片又一片的看板 像这个就写着 这里是我的故乡 没错 看起来像简纸 因为简纸正是南三陆丁的传统记忆 灾民认为城市可以不见 他们的传统记忆一定要保存下去 立在这里 这是他们永远的记忆 旁边的这一片写着 南三陆复兴 大家加油 这一片则写着 美丽的风景依旧 我们寄托未来 这后两年 大家都设法找出灾区的元气 让灾民走出悲伤 像是这位温泉饭店的老板娘 不但地震时把饭店当成临时避难所 也认为又有更多人知道 南三陆丁的状况 才能让地震海啸的教育 得以生根落实 所以他在海啸一周年的时候 开办这个故事巴士之旅 参加行程的旅客们 显得心情复杂 毕竟要走访的是海啸重灾区 导游说这里原本有5360户的 但游客们从游览车望出去 却再也看不到任何房子了 怪兽来 同富的工作已经长达两年 似乎看不到止境的那一天 重建之路真的是遥遥无奇 甚至路边还看到两尊智利复国解岛的 大石像摩埃 这是1960年南美智利大地震 却造成日本三陆大海啸时 智利受到日本聊表歉意与关心的象征物 现在也被三一海啸给冲破了 海啸命运仿佛像文回一般的 反复纠缠这个地方 大伙来到刚刚介绍的消防局 现场只剩骨架 大家下车深深地祭拜一番 只希望灾难永远不要再来 尽量大迷的情侣 许多迷的情侣 谁在看得不一样的情侣 许多迷的情侣 但我只能能靠你 我带你 更多迷糊的情侣 一趟行程下来 大家更坚定帮助灾区的决心 办这个活动的温泉旅馆 位于港湾最外围的盐盘上 虽然是高点 但海啸来时也有两层楼进水了 后来花了日币五亿重建 尤其是面对诺大海洋的露天炮汤屋 套在深挖2000米所涌出的温泉池里头 面对三路一带知名的景点 观日出更是一大特色 但这家拥有41年历史的饭店 也因为海啸面临到空前的挑战 他说阮三路丁原本有560家公司 已经有100多家宣告倒闭 还有200家处于茫然没未来的状况 铁路中断更让观光客来不了了 这里的铁路坏得一塌糊涂 千疮百孔之下 这样火车也不来了 无疑使得这里的观光雪上加霜 铁路毁坏的程度 光看这铁轨扭曲变形 且遭到土石压毁而只剩细枝干的情况 就可见一般 没有火车只能改为巴士运行 铁道站依然在这个完全看不出 以前是火车站的车站 现场一片荒芜 哪来人气呢 但日本观光厅强调 不要认为到灾区是打扰他们 反而灾民现阶段最需要的 就是有游客愿意到访 观光厅举办东北观光博的活动 把东北分成30个旅游区域 每个地方都有专门导览的人 他们推出这样的东北观光护照 到每个地方盖章 最后还可以得到奖品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振兴观光 毕竟东北日本的海岸美景 与海洋水产非常具有特色 有游客三代目最高です どうぞ こちらのお部屋は 純特別室でございます こちらの方面も向こうの方面も 海を一望できて 海が一望できますので この面の前にある養殖は 柿やわかめや 様々な養殖で 再開しております 从房間望出去 大自然在地震海峡后 依然風景依旧 差别的沿海城市不見了 南三陋丁在战后 推出这一款鲑鱼丸丼饭 取名闪亮闪亮 整盘的鲑鱼丸 真的闪闪亮亮 灾民訴说的是 物産依然豐富 需要大家共同支持 像是这家仅存的温泉旅馆 也批出空间 設立闪亮闪亮图书馆 和補习班 以补足灾区 儿童与青少年教育的问题 灾民都很努力 要抛却海啸悲情 让自己的故乡 继续闪闪亮亮 总有一天 故乡原有的美好记忆 会找回来的 但現实问题是 地层下陷 城市消失 人命无法回复 绝大多数的灾民 是不愿意再回到原地居住了 不管组合屋还要住多久 活下来的人都很努力 将来要在高地上建筑一个 不再有海啸威胁的新家园 感谢您的收看 浩杰重生系列报道 请继续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